众所周知,印度经常上演各种乌龙事件 近日,印度媒体又闹出一个国际笑话 其在报纸版面上公然以强奸罪名通缉普京 印媒这一操作无疑是得罪了普京和俄罗斯 为此,他们不得不紧急向莫斯科道歉 据《环球时报》援引印媒报道 日前,印度主流媒体《印度快报》新德里版在一篇报道中称 28岁的孟买英语频道记者瓦伦·西瑞·马斯 被指控在德里一家五星级酒店强奸了一名22岁女性 西瑞·马斯一直在潜逃中 4月6号,法院发出逮捕令 这本是一篇正常的社会新闻报道 不过,在硕大标题下面 印度快报竟然配了一张俄总统普京的照片 乍一看,读者还以为印度要对普京发出通缉令 但卸看才发现,普京照片下面标注的名字是 瓦伦·西瑞·马斯 这极其尴尬的错误很快就被读者发现 许多人在社交媒体上调侃吐槽 有印度网友表示 竟然不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倪称是瓦伦·西瑞·马斯 有网友则要求印度快报快点澄清到底要通缉谁 还有人调侃在印度通缉普京 恐怕是抓不到人的,要去俄罗斯 从排版到印刷再到发行 印度快报恐怕都还不知道 自己犯下这么大的错误 直到读者提出质疑 事件在社交媒体上发酵 这家主流报纸才注意到自己放错了照片 随后印度快报深山来迟现身道歉 他们在声明中称 普京的照片原本是另一篇报道的配图 但在印刷阶段 由于一个技术错误 这张照片被不小心上传 声明还表示 印度快报真诚的为这个错误感到懊悔 并未由此造成的任何伤害和尴尬道歉 已经就该事件启动审核程序 并采取了必要措施 对于普京来说真是人在家装作 锅从天上来 也难怪有人感叹 印度是个比较随便不严谨的国家 不过类似错误 美国媒体也曾犯过 在2015年时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在报道有关恐怖分子个人信息时 竟然误播了普京的照片 为此CNN极力赔罪道歉 表示普京的照片是为下一条新闻准备的 但视频服务器出现了运行错误 值得一提的是 在印媒闹笑话之际 俄外长拉夫罗夫刚刚访问印度与印外长举行了会晤 并转达了普京给印度总理莫迪的口信 拉夫罗夫辞访一个重要目的是为普京今年访印做准备 预计普京访印期间 双方将会签署新的军售合同 一些网友也调侃到 不出意外 为了这个错误 印度军方又要大出血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